疑似下雨视线不良 台东一名线性驾驶开车行进台东市赋予鹿时 不慎连人带车摔落深达5公尺的下水道工程坑洞 经销人员获报立即赶抵现场将驾驶救出 索性线性驾驶仅受轻伤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吊车正在将不慎掉入下水道工程的轿车 吊挂出坑洞 而这起意外事故发生在25日晚间 一名线性驾驶从高雄开车来到台东探视小孩 在晚间开车独自返回资本的民宿时 却在行街附浴路的时候 疑似下雨视线不良 连人带车坠落两层楼高的下水道工程的坑洞内 而警销单位获报后 也立即赶紧现场 并将线性驾驶救出送医治疗 我们刚刚要下车 我们下车门刚刚开开 我们下车门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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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门就对了 下车门就对了 我就不知道了 而谢新驾驶无奈地表示 行街附断时 有看见正在施工的标志 也遵照了工地摆放的三角锥进行行驶 但没想到还是直接掉落在水道中 也认为工地的指引并没有做足 那我就看前面有施工 那我就顺着它那个 因为它有三角锥的围栏 我就顺着它三角锥开 看它一个地方就是没有三角锥的地方 我想说那个地方就是出口 绕过来 从它那个没有围三角锥的地方 砰就下去了 是喔 它那个警告灯号 跟那个都不是很清楚 我们往那个没有灯号的地方去 结果就是在下去的地方 所信该名谢姓驾驶在送医后 仅有下巴出现失裂伤口 经过缝合后以平安出院 而警方也针对谢姓驾驶进行酒册 酒册值为零 在此也特别呼吁 近日阴雨绵绵 行经供驱时 务必要多加注意路况 才能够避免意外的发生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